我们回到产业 因为NVIDIA的黄仁勋本来要去以色列 现在可能决定不去了 最主要是以色列其实是AI大国 不只是钻石大国也是AI大国 对这个原本不是讲到黄仁勋 10月18号要来台湾 红海的科技日 他之前15号到16号 对先去以色列 在特拉维夫举办一场AI高峰会 为什么 以色列有6000家的新创公司 本来这个AI高峰会的话 会凸显以色列在全球科技中心的一个地位 本来安排2500名开发者 研究人员 科技的从业人员 都要参与这一场AI的高峰会 但现在特拉维夫很危险 取消了 那取消了以后 会不会来台湾 黄仁勋来台湾的行程 也受到影响 这就不得了 所以我们来看新闻特别谈到了 以色列战火让科技业紧绷 NVIDIA取消了AI高峰会 那其实NVIDIA在以色列 着目蛮深的 包括他希望能够推出新的AI晶片 而且在以色列进行 COAS的封装需求 再加上NVIDIA在以色列建立 AI的超级电脑 在今年底就要启用了 大家都不知道 其实以色列科技厂在全球的地位 我们先讲第一个 全球大概有500家跨国的大企业 先在以色列收购当地的创业公司 等于藉由他们的人才跟资源 然后在以色列设立了研发中心 包括谁 Intel IBM 微软 谷歌 还有什么 苹果 都在以色列 苹果是2011年 就在以色列 我强调 我告诉你 跨国企业在以色列设的都是 研发中心 所以以色列人很聪明 对 苹果在当地的做了研发中心的话 做什么 半导体的设计 测试 大家知道吗 M1晶片不是很厉害的M1晶片 我们台积电是负责生产 但是设计的背后推手 是以色列的团队 所以你看他多厉害 第二个 以色列有一家 全球第七大的金元代工 叫做高塔半导体 那以色列其实很小 但是它境内就有四座的金元厂 两座是Intel的 两座就是高塔的 那本来Intel说我要把高塔给收购 但是今年的八月说收购失败了 失败了以后 现在有新的合约 就是说Intel 把在以色列的这些 这个金元厂代工的业务 交给高塔来做 这下糟糕了 这个战火加波及高塔的产能 观众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战火之后高塔的半导体的股价 在美国它是破底 它跌你看破底 它跌的比Intel反而没什么跌 Intel没关系 反正我在以色列的代工业务 现在交给你 那你的事 所以高塔跌得这么重 那说到美国的科技业 哪一家在以色列布局的时间最长 就是Intel 他们是有半世纪50年 Intel跟以色列是互盟起立 那在1970年的话 这个Intel就在以色列 设了三个研发中心 包括耶路撒冷做研发中心 那研发中心的时候开始设计 也做半导体 所以Intel很多的科技的设计 都来自于这个以色列 然后2022年的话 在以色列它就采购了35亿美元 这个采购这么多的产品 成长了60% 然后再过来 科技业最需要的是什么 人才 你知道科技业在以色列扮演什么地位 我讲几个数据 全以色列的就业人口 占了14%都是科技人员 14% 对GDP 5分之1 就是科技业 然后他人才厉害到什么程度 诺贝亚奖 我们知道诺贝亚奖就全世界 百年的历史 全世界最厉害 最厉害的人才可以得到那个奖 你知道吗 我们诺贝亚到现在 一共花了八百个 八百个人得过 百分之二十不是以色列 就可以有以色列的血统 就是犹太人 百分之二十 犹太人才一千多万人 他拿下了这个五分之一的诺贝亚得奖 那以色列的话从1966年就纯粹是以色列的国籍 不是说犹太人的血统就有十二位 就有十二位拿到诺贝亚奖 包括1966第一位的赛妙约瑟夫阿格隆 还有2009年一个阿达约奈特 就是女性得到化学奖 所以你知道以色列的那个大学教授 五分之一都被欧美知名的大侠挖角去认教 所以你看看人才这么厉害 那我们刚才特别谈到 黄仁勋本来去以色列开AI大会 最主要是以色列的AI非常厉害 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知道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整天吵吵闹闹闹的 整天在打仗 他发动过全世界第一场AI战争 对以色列全民皆兵 把AI也放到战争 这个时间是在2021年的5月 在以色列纪念的巴勒斯坦人 跟以色列警察 发生了暴力的冲突 这时候哈马斯就跳起来 你欺负我的同胞 所以哈马斯就对以色列 发动了这个火箭弹的攻击 那以色列的金方 好来 没问题来拼 冲突了11天 但最后停火了 以色列他们称为 这是第一场人类历史上的 AI战争 用在什么 这个情报部门 透过那个机器的学习 所以他们拦截 那个加萨走廊的一个资讯 非常多的巨量的资讯 电话 简讯 还有这个摄像的这个镜头取得 然后卫星的这个图像 把这么多的资料 他是分析 他分析什么 对方哈马斯的指挥官 在什么地方 位置先找出来 斩首行动 对不对 先把对方的指挥官斩首以后 这个暴力的这个战争 才可以减少 还有你知道吗 他们普通的士兵拿着那个步枪 步枪不一定打得准嘛 对 来一个AI的套件 他们叫智慧射手 就普通的人 有那个智慧射手的套件以后 都变成了神枪手 狙击手 他把狙击手放在什么地方 这个智慧的步枪 有AI的 放在那个巴勒斯坦的烂门营 那不是有那个扫钢 扫钢有那个高塔 那个步枪就放在那个高了 我现在看到什么东西 要打谁 一定打得到 你看这种AI的战争 在外超级电脑 以色列一号 这部超级电脑 是英特尔去推动的 但是其实 是当地的这个 美纳洛斯这家公司 以色列的公司 美纳洛斯 是负责那个超级电脑 他现在这部超级电脑 是全球运算最快之一的电脑 那美纳洛斯这家公司 是在2019年 这个英特尔用71美金 击败了我们讲的辉达 辉达也要抢这个美纳洛斯 但是英特尔除了价钱比较高 就把它收购成功 收购成功以后 应该用这个 应该用以色列的这个美纳洛斯 打造了这部的超级电脑 好那我们回来看个股 到底个股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 和影响呢 我们刚刚今天谈到 以色列的AI很厉害 我们就来谈谈AI族群 特别是在今天很多个股 出现了压力 比如说指标股的 伪创大跌了9.49% 即加跌了5个百分点 广大也跌了将近有7个百分点 阿管这个我来解就对了 为什么 因为我去过中东六次 包括伊朗我去过 我讲的最真 中东的民众 百分之八十都是环美 都是环美 所以现在只要以色列 还有美国三峰点火 再去报复的话 我看这个事情会闹大 闹大以后今天大盘没有问题 涨嘛 是 但是我的悬股 我一定要什么 要避险需求 避险 万一伊朗减入 万一美国也决入 对啊 福特号已经开去了 那个公债值利率会飙起来 所以我要选的一定要值利率高的 我告诉你 今天 你看你直接看二十五次的联华科 联华科就我们讲过前子股 值利率最高 今天创新高 还有让联电减到枪 高塔半导体 对高塔半导体 对啊 它是成熟制成的 那对联电来讲 我本来那个 会有转单效应 对 送了一口气 加上联电的值利率 应该有5% 你看二三零三的联电 所以高值率再加转单 本来是要这样下去了 今天达到季线 所以避险投资就是高值率加转单 对 大家担心后面还会爆发 所以你股票 一定要有高值利率 好 我们这样的逻辑知道以后 伪创难道业绩很烂吗 不这样讲 只是说YY是减的 技嘉你来看这个技嘉 月增 还夜增36%年增86% 广达还没有宣布应该也不错 各位看一下看着傻眼 今天伪创打到快跌停 你看三大三一的伪创 这个看起来要破底 你看今天这一根长黑不妙 为什么我分析过了 伪创因为股价今年涨了三倍 明年的股力去算 指利率只有两%多 技嘉也只有两% 广达不到三% 那这样的话 我就去买联电 我怕 我怕伊朗会跳来 伊朗会参加这个事情 因为距离上次的乙阿 就以色列跟阿拉伯的战争 是1982年 那是第五次 现在是可能是第六次 差了四十年 爸爸阿公把那个对美国的 那个对以色列的仇恨 遗留给他的儿子跟孙子 所以这次的事情 大家担心这个